把能撕的都撕了个遍,崔永元怒对范冰冰的背后到底为了食吗? 最近的娱乐圈有点热闹,一大早,范冰冰里沉的三周年就被推上了热搜,虽然范爷一向是热搜的常客,不过这次秀恩爱,其实背后有点无奈。 如果不是惹上了崔永元,估计范爷这次也没准备庆祝,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回顾一下这长大20天的崔永元丝十大事件。 5月10号那天本来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冯小刚在微博宣布自己即将开拍电影《手机》第二部,还晒出了原班人玛丽金一五年的对比照。 而且为了每一下情怀,宣传方还煞费苦心的避了个范冰冰在上面。 要说这部戏,对范冰冰也算是里程碑一样的作品,她能够从金锁跳出来,也多亏了这个角色,虽然五月不够正派,但是不影响范爷在这个角色上是有演技的。 所以范冰冰也第一时间发了微博,为手机二做预热。 不仅仅仅是范冰冰,全员都站出来为手机二大口。 联网冰冰也表示,这次是15年后的全员回归。 这边的情怀已经到了最大化,可是那边的崔永远却坐不住了,她的怒气质已经max了,感觉快要疯了。 从导演编剧到主演,挨个都讽刺怒骂了一通。 首当其冲的就是编剧刘振云,崔永远说刘振云已经变成和冯小刚一样的渣子了,看样子冯小刚他都懒得再骂了。 而在删除的聊天记录中,是崔永远和刘振云讨论手机二的事情,崔永远表示这部电影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二次伤害,毕竟手机一已经坑了他。 可是刘振云表示这部电影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二次伤害,毕竟手机一已经坑了他。 可是刘振云表示这部叫朋友圈和年媒关系啊还暗暗地嘲讽了一下崔永远。 说好了没关系,但是宣传口径统一就是手机二,刘振云这招暗度陈仓也是气坏了崔永远。 不过一部电影真的会对崔永远造成影响吗? 说实话,好像有。 2000年的崔永远还不是现在这个惹人讨厌的样子,他是国民主持人,江湖地位比如今的和老师汪涵还要高,在央视绝对是老百姓最喜欢的MC。 他主持的,实话实说,非常受欢迎,可以说是事业巅峰,可是在2002年的时候,崔永远患上了抑郁症,为此不得不辞取了央视主持人的职务。 节目也交给了何惊主持。 故事发展到这里,也算顺利,一直到2003年,冯小刚找到了崔永远,表示自己要拍摄一部电影。 电影男主角的原型就是崔永远,想和他学习一下脱口秀主持人的相关内容。 可是没想到电影一出来,事情就尴尬了。 电影里格优扮演的严寿一,直演是脱口秀主持,节目叫《友谊说一》,舞台照搬,实话实说,连发型衣着到说话风格严形举止都在模仿崔永远。 可是这只是他的工作,私底下严守一却和舞月偷情,是个十足的到冒岸然的伪君子。 而严守一的结尾也很有趣,舞月用他的婚外情威胁,让严守一把工作让给了他,而严守一还得了抑郁症。 这部戏播出之后,葛优和范也没什么事情,可是崔永远就惨了,大家就觉得他就是严守一,而且整个故事都对得上。 。 虽然葛优直接对媒体进行澄清点这个角色是参考过崔永远的节目,但也同时看了很多谈话节目,所以手机的故事真的不是说崔永远。 但是伤害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这次崔永远也发挥了他思,使到底的精神自从成为转基因都是能撕得过崔永远的人并不多。 而这次他也是无差别攻击,冯小刚的老婆学藩也被攻击。 不过学藩对于婚姻的言论我不敢沟通,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我家男人不吃亏真的是非常尴尬。 如果女性都不能尊重女性,那么如何真正的不悟化女性?还说石门男女平权。 当然,刘振云的女儿也被骂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主创门都选择了静音,只有范冰冰还宣传手机2。 所以接下来的这些天,崔永远的炮火集中轰炸了范冰冰。 先是讽刺了范冰冰拿奖,值得一提的是原力也转发了公开战队崔永远。 这个奖范爷挨骂得有点无故啊,2010年的国家精神造旧奖,看起来高大商,其实是兵士的活动。 拿奖的有万科王石,画家周春雅,中国美院院长潘公凯,话剧导演孟金辉,电影导演冯小刚,作曲家和训田,设计师韩峰以及芭蕾舞者谭媛媛。 范爷参加各活动拿奖,合力啊。 而就在前天,她更是曝光了一份天价合同,配文,你不用表演,你是真烂。而且还无意地曝光了这个人是范冰冰。 昨天,崔永远又说某演员结一小一大双合同,小合同千万酬劳,大合同有五千万,结果致在片场演了四天。 如此大规模的爆料,范冰冰冰终于坐不住了。 四天六千万,是不是很好赚,所以说娱乐圈水很深。 可是随便爆料别人的隐私,这非常的过分,合同,特别是有经济往来的合同,很多保密的条款,不能因为你生气就爆料啊。吃香真的是难看。 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回望你,崔永远真的已经不是那个实话实说的崔永远了。